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它的LED點擊證圖案該怎麼設計 Webduno有個好處就是在這邊 你只要是在 它相關的積木 比如說我們上次風明器 不是有一個小工具鋼琴嗎 那LED點擊證也有喔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小工具 對不對 你把它按一下 會有一個這樣的代碼產生 氣跑出來 你可以用代碼產生器來做 也可以看一下 它原本的積木 其實 就有幫你看LED點擊證裡面 有沒有往下走 你要英文就找英文 對不對 啊不能用蔡英文跟他講 因為這樣 對不對英文的 數字的 有沒有圖案的 你就直接丟出來就那個啦 所以你不會代碼沒有關係 那他內建也有一個這個 就是可以自己畫圖案的 好這兩個都可以 那麼 我們剛剛就有講一個小工具 你如果你想要比較有虛弱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這個 用這個你進來了之後 上面 上面是不是問你 你的開發板的名字 你把它貼上去 然後腳位你要設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用14 12 加上13 好這個時候你就按下連線 請注意一下 你們家的笑點會消失 當我按下連線之後 有沒有你們家笑點不見了 表示他已經跟這塊開發板連在一起了 所以 你只要在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 這裡就會跟著亮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點點點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你點的時候馬上就看到亮起來的結果啊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滿意 右手邊有沒有看到QR Code 你應該知道QR Code掃完就看到什麼 QR Code掃完 你在手機上就可以用按了 如果你覺得一定要用按的比較滿足的話 你也可以 所以 你可以在這邊產生按下去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 去學 了解他那個規則的 上面這裡 你就按看看 你就會看到他的代碼 為什麼是這樣 你只要點 每按一顆 他上面代碼就會變化一下 你就知道說按那一顆 是第幾顆 第幾個數字會改變 這樣了解 啊那 萬一不會的 不會畫圖了怎麼辦 啊 萬一不會畫圖了怎麼辦 所以 以後不要用 瑪利歐知道嗎 因為不能停 好 那這裡 如果你不會用的 沒關係 跟人家借用一下 怎麼樣借用一下 來 你看他的上面 有沒有大寫 小寫 數字圖形 可不可以借人家的 喔這個 我不會畫A 我先找個A來 再來讓他 這裡拿掉 拿掉 這裡打個洞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你要在這裡做兩顆 也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借用已經有的圖案 我也可以找這裡 笑臉 有沒有 你要變枯臉 裡面算也有枯臉 你想要這樣笑 裂嘴笑可以嗎 又有想像力好嗎 雖然只有64顆 那你按好了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裡 就有代碼 用代碼 對我們寫層次來講 是最省空間 那缺點就是 你不知道代碼是什麼意思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反其道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我不知道 剛剛為什麼 這個叫做笑臉 你把這個代碼 複製起來 我把它複製起來 拿到 剛剛的小工具裡面 來這個代碼區 把它貼上去 知道為什麼叫笑臉了吧 對不對 我可以用這樣去檢查 到底這是什麼圖案 這樣了解 當然如果你覺得 每一個都要這樣檢查 還是有點麻煩 就回歸到寫層次的 本職 要會註解 了解嗎 要跟國民黨一樣 要註解 紅袖註解 不是要這樣註解嗎 國民黨才有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有沒有加入註解 寫層次真的最怕就是像這種啊 吳智天書啊 你不知道他的規則是什麼時候 你要寫進去 你看這裡有沒有多一個問號 你就跟他講 點下去 笑臉 這樣子你以後 看到他的時候 你就知道 為什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如果你不要擋到就按一下 收起來 可是因為這裡有問號 你就知道這裡有做註解 就是 還是要養成習慣啦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寫層次習慣 這樣 了不了解 那麼他除了 單一個 圖案的呈現以外 他還可以做什麼 跑馬燈 還可以做動畫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看我們在路上 有沒有看過一些那個 長條狀的跑馬燈 或學校 校園裡面是不是都會有 可以啊 你可以讓你會動 你用模擬器你覺得 這個 小工具可不可以變跑馬燈 也可以你看這裡 你要向左邊跑就向左邊跑 向右邊跑就向右邊跑 等到你覺得喜歡了 按下停止 你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 圖案 像這個本來是笑臉 有突然變酷臉 因為剛好 一人一半接起來 然後變酷臉 對不對 不然有時候你也不會想要用這樣子啊 那一樣的就把這個代碼拿起來 就可以扣過去 可是我們如果真正 你要在城市裡面控制他 就沒有辦法用這種方法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在這裡喔 雅瑞典羽症 有沒有看到他的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 有動畫跟跑馬燈 比加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做動畫 你就可以拿動畫的橘木鏡 然後看你接幾個 圖案 他就會變成動畫 各位知道動畫跟跑馬燈差在哪裡啊 因為跑馬燈也是動畫 只是向左跑向右跑 那 我們的動畫就是他在 就是 同一個 位置 畫面改變 這樣了解 那跑馬燈是 你可以是一個圖案也可以是多個圖案 都沒有關係 就是 一串的在走 這樣子 好 這樣在走 好 那我先試一下這個 這個 給你看一下 好把它丟進來 哇 丟進來丟進來 丟在這邊 如果我是這樣子 先顯示笑臉 再顯示動畫 你覺得 看得到笑臉嗎 看不到 我們執行 那個程式的順序是由上而下 可是因為 執行完笑臉 馬上做動畫對不對 電腦跑的速度是不是很快 所以你根本就來不及看到這個笑臉就馬上看到動畫了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 我前面希望有一個笑臉先稍微等一下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好像在進階功能裡面 曾經用過一個叫等待 這個等待就是 等我眼睛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邊 插進來 麻煩你等我兩秒鐘 讓我 看笑臉滿意了之後 再做 這件事情 你可以像這樣控制嗎 像 Webduno在這一塊的控制 我是覺得比 我們一般用那個arduno來講 相對容易很多 因為arduno你要做這一塊就是 幾乎是只有代碼的份 你就是都要靠程式 都要靠程式 可是這邊他幾乎就做得比較漂亮 那你看 我就 抓幾個東西進來 LD 我想要英文 我就丟一個英文進來 我想要 一個數字 就把數字丟進來 想要圖案 就找到圖案 丟進來 請問 可以有中文字嗎 可以啊 只要筆畫不多的話 你看下面有沒有中文字 有沒有大中小 我跟你講他只想到這些 可是我發現 如果是上兒童班的話 小朋友好會寫啊 因為他們國字都有認真學 大人都沒有認真 他會想到 我可以這樣畫可以這樣畫 所以你也可以試看看 那我就先用這幾個 我先play一次給各位看 在這裡 你看我把他拖累一下 有沒有先笑臉兩秒鐘 接下來是不是做動畫 那動畫的時間可以改變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們後面有沒有一個叫速度 這裡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他的單位是什麼 毫秒 請問毫秒 一秒等於幾毫秒 千分之一對不對 就是1000啦 所以 100代表什麼 0.1秒是不是換一張圖片 那 我們眼睛會看到動畫 是因為所謂的視覺佔流 大概好像是 24分之一左右 所以你看我們電影 一秒鐘是大概24格 所以其實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動畫 有沒有 有沒有 會覺得 不是完全 非常連續 除了動作本身不是連續以外 就是你可以很清楚 還是可以清楚看到每個圖案的 那個 形狀 如果你希望不要那麼快 你就把這個數字 比如說變到200或300 那他就一個 一個 慢慢來 像 比如說我們馬路上不是有那個 小綠人嗎 對不對 小綠人的話 你就可以看看 他其實並沒有動很快 他沒有動很快 來我們看一下 像這樣子 有沒有每一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剛剛更清楚 那看得更清楚代表就是你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看清楚 那麼請問你 可不可以超過三個 因為我這裡不是只有三個嗎 你覺得 可以超過三個嗎 可以 可以找齒輪 有沒有看到齒輪 按下去 好 按著他 是丟到這裡喔 不是丟到下面喔 我剛開始又都想要把他丟到下面來 沒有 就是你把這個變速一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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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放開 有沒有多一顆 不夠 不夠 再拿來 是不是又多一顆 等同道理 不要了怎麼辦 從這裡拉過來 這樣是不是少一顆 這樣拉過來 又少一顆 等用完了 再按一下齒輪把它收起來 所以如果你有多顆 你就可以 就是 多個圖案 你就可以用這樣 就看你要做什麼 有些同學很厲害你知道嗎 從這裡 一直寫了好幾頁 因為他做很漂亮的動畫 他就想到我要怎麼動怎麼動 然後他就一個一個慢慢把畫出來 躲躲躲躲躲躲 大人都沒有耐心 真的真的 小朋友反而很有耐心的會把這些事情做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我講跑馬動物 因為講跑馬動物 我要考考各位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我們跑馬燈 跑馬燈在這裡 好 我把上面這個先丟掉 你來看一下 我們跑馬燈一拿出來 有沒有後面就可以放一個而已 速度沒有問題跟剛剛一樣 那我先把動畫我先停用一下 記得在我們WebDuner裡面 他的那個 Blocker的積木 因為有些人有許過Squish 所以會習慣說這個積木不用就把它丟到旁邊 有沒有 這樣子 在Blocker裡面 還是會產生層次 所以 你如果不要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真的丟掉 第二個我覺得我捨不得丟 可能我待會要用 請你按右鍵 停用積木 他就變成像我現在這個惠惠的 這樣了解 小惠惠這樣子 就表示他在執檢的時候會略過這裡 變成鑄結的 好那我們測試一下 按下去 還沒爬 那我不斷線 好 稍等一下 我重新連線一下 好現在我又重新連線了 按下去 有沒有照這個跑 但是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請問 這裡 可不可以 顯示 多個文字或圖案 你覺得可以嗎 你可以換成文字喔 你看看 在這裡 我把這個 丟掉 這個我把它丟掉 我們剛剛不是講這裡面可不可以用文字或數字 可以嗎 假設我要一個文字 如果A 這樣OK 阿獨 如果是I 那 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看看 有沒有這樣跑過去 這樣是不是有超過一個字 因為他64顆大概只能寫一個字 或 兩位數的 數字而已 三位數字你給他他就跑不出來了 因為 就是64顆而已嘛 可是 你用跑碼燈是不是可以 很長 對 但是 我要考你的是 我現在用的是 英文嘛 如果我的 I love you 不是這一種 而是 這一種 可不可以用這樣 加上這樣 可以嗎 或者是你用這一種嗎 這樣可以嗎 請問 請問 這個是英文 這裏也英文 可是這個是不是圖案 如果我要擺進去可以嗎 那你做 那你做啊 現在換你了 我等一下公佈答案 他可以做 只是做法 有點類似 我們下面這一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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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裏不是有個齒輪嗎 所以你想辦法把這個要接在一起 給你接看看 好吧 不能每次都老師先講答案 你給你做看看 好 那我們來公佈一下答案 就是要用這個字串 下面這個 他其實是正列 他下面這個紫色 這個積木是正列 所以你不能拿這個紫色 拿上來用 來 積木我們複製一個給你看一下 有些人 很貼貼的 想說這個 要拿起來 就把我們 拿起來 這個拿掉 然後呢 就很努力的塞進來 每次都被彈掉 我在塞 有沒有 他就不死心 明明就接不起來 他就一直在那邊試 這樣不好 你若發現 牛頭不對馬嘴 請你丟掉 丟掉 我們找左手邊 基本功能裡面的 文字 有沒有一個字串 你要用這個功能 我把它拿出來 有沒有發現這個可以接進去 用積木好處也是這樣子 就是當你的 類型不對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會寫進去 不像我們那樣coding的 就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錯了 就當那邊停止事情 好 那 點下去 有沒有可以加好幾個 好 比如說你看我把這樣加進來 好收起來 那我就用英文 我從下面複製這就沒關係啦 英文 兩個 圖案 是不是一個 有沒有的類型都出來 好這裡我就變i 這裡 就變u OK OK 馬上來測試一下 這樣有看到了吧 所以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只是要用對方的 用對方法就OK 那他做的動畫 這個部分就是會一直做下去 你也不用跟他講我要重複幾次 他的這個部分就一直下去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的LT點舉證 你可以像這樣玩 其實 就還蠻好玩的 那如果你看我的那個簡報的話 像我這裡 有沒有這個 各位 路上有看到小綠人吧 你知道 那個 屏東的小綠人 我們這邊的小綠人 是不是都只有 走路跟跑步 還有站著 好玩 那如果你找一下關鍵 這裡 我們去找一下 屏東小綠人 允許老師偷來 我也會用語音輸入 來看一下圖片 你看 有人手牽手的有沒有 還有跪下來求婚的呢 這裡有啊 跪下來求婚 這是真的不是假的 這個是屏東的小綠人 其實最近也有一些限制 他就是像台中 他就在原本這個 燈號的上面再多加一顆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的是不是都是單色的 紅色跟綠色 目前沒有看過黃色的 可是 還是 就是只有這幾個顏色 所以 有的 限制他就在上面再多一顆 好 就是變彩色的 彩色的可以順便公佈一些資訊 就是這樣 就是你 等 過馬路的時候 不會低頭 有勢可看 這個是不一樣 但是重點是 你回去可以觀察一下 馬路上的這個小綠人的燈泡 你會發現 他們 真的 沒有每一顆都有 如果是屏東這個 他這上面每一顆都會有 因為他要做一些動畫 要比較完整 可是如果你找的是只有小綠人 那就不一樣囉 你給他看看 我們找到圖片 小綠人 小綠人 這裡很清楚 你看看 有沒有有一些有 有一些沒有 對不對 因為小綠人的動作 有些地方是 完全不會用到 他連燈泡都死了 就直接不用裝燈泡 你回家可以觀察一下 但是要注意安全 確定 安全無語 再停下來慢慢看小綠人 不然我怕那個路過的 會覺得你有問題 會幫你打救護車 呵呵 他怎麼有人這樣看 這個是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回家 稍微關注一下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一個 一個動畫 所以像我在學校 我們要教動畫 這要做分鏡圖 對不對 就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把它拆解開來 就做成一個動畫 好 這樣子 OK了